我們現在繼續講《輕鬆得性》第七點我們一起讀 靠著醫治我們的神 我們能夠處理心願中任何傷害 性情上的問題 負面思想和情緒 負面潛意識 這一點是比較長的 我們會分開來講的 就是講到這個基督徒要發揮 我們一定要處理裡面的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我們其實可以每一句用一個簡單的詞語來代表 第一點記得嗎? 活在神的愛中 第二點 神是凡事祝福的 當我們信靠親近遵同的事 第三點是什麼? 神的奇妙計劃 一起講吧 神的奇妙計劃 第四點就是 不要給人和環境影響 第五點 用什麼取代什麼? 用神的價值觀取代世界價值觀 第六點就是 靠著主可以勝過一切的罪 然後這裏是第七點 就是這些心靈上的影響 心靈上的影響 我們這次看到任何的傷害 這個傷害我們都靠著耶穌去勝過 不要給他影響 那麼很多人都會有一些的傷害 有些人的影響 那麼我們這次就 首先講到這個傷害的醫治了 我們可能受過什麼的傷害呢? 可能有人的說話 或者被貶低 被批評 有時被人打 例如小時候被人打 或者大過被人打 財物被偷 或者被騙 就是錢沒有了 有些人被人騙了 或者和人合夥 錢沒有了 很受傷害 或者事業 或者其他的失敗 或者有些人很影響性侵犯 或者戀愛和婚姻有困難 或者失敗 那麼當人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處理到的 當不能夠處理的時候 就會裡面的傷害就會全流 當他處理不到的時候 有些什麼後果呢? 就會有孤兒的靈 即是說一個 繼續覺得自己好像孤兒 覺得一個沒有人幫助 沒有人看重的 我是一個孤兒的心態 那麼另外呢就是憂傷 經常都很容易憂傷 很容易悲哀 很容易悲哀 或者痛苦 自卑 即是會看小自己 覺得自己會不會用 自憐 自己可憐自己 即是覺得自己很淒涼 絕望 有些人甚至會沒有希望 很慘 人生很沒有希望 或者會埋怨神和埋怨人 即是說這些都是一些 當人沒有得到醫治的時候的後果 所以我們每個人 一定要經歷神的醫生 那就是神 神真是醫治 我們都看到很多人嘗試 有些嘗試找醫生 有些真的得到幫助 但是有很多找醫生 都是得不到幫助 那首先我想說 就是醫治有兩種的 一種是悟性的醫治 一種是靈性的醫治 兩個都需要的 有些人就以為 有人跟我祈禱 祈禱就會釋放醫治 其實不只是靈性的醫治 是需要悟性的醫治 那在悟性的醫治 有些需要做些什麼呢 第一就是深信神的恩典 第一要相信 神愛我們的 神照顧我們的 神看著我們的 有些人他們怎樣 唉 好慘啊 神都不理我了 這樣的時候 最能幫助他那個神 他都斷了一條路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得不到幫助 所以很重要就是 我們捉住神 深信神的恩典 還有深信神的計劃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計劃的 不過很多基督徒 對於神的計劃 是沒有什麼理睬的 不覺得很重要 但是其實唯有神的計劃 才是最好的 行在神的計劃 神一定祝福的 即是深信神的計劃 譬如我自己 為什麼這麼有動力 面對一切的罪呢 以及一切的困難呢 就是我深信神的計劃 無論人做什麼都阻礙不了的 你跟教練說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沒有人能夠難阻的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好了 即是深信神是愛我們有恩典 並且祂有奇妙計劃 還有相信這個傷害已經過去 正如我們曾經說 人說的話 留在空氣中幾秒鐘 以前的傷害為什麼這麼重呢 因為我們受落了 我們覺得它很重要 所以那個傷害就很強 但是呢 當我們相信這個傷害已經過去的時候 那個傷害就不會這麼影響 相信這個傷害已經過去了 這個成為過去了 我們不用太介意的 雖然當時的傷害 的確是傷害 但是呢 這個傷害 耶穌真的會醫治的 所以可以釋放的 以及看出那個傷害我們的人 那個傷害的人 其實他也是受了傷害 所以會傷害我們 但是我們覺得很不值 他傷害了我 我只要看出他 但是我們看出他 就能夠搖樹 還有放手 如果不然呢 你就永遠有一支箭插在背後 因為我們永遠都怪他 永遠都怪他 永遠都怪他的時候呢 永遠都怪他的時候呢 反而我們受害的 還有我們放下自己的期望了 就是有時候呢 因為呢 很多人呢 就有一種期望 我希望事情很順利 但是不順利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很受痛苦 或者說 哇 我失去了很多錢 哇 那些錢 全部飛去 但是其實錢飛去 我們仍然有生命 都可以賺回來的 神可以供應回我們 或者我們說 哇 我婚姻破壞了 怎麼辦呢 婚姻破壞了 我就當自己是獨身開始過 就是一個單身的人開始過 就再一次在單身裡面享受神 就是不是一定要繼續受傷害的 就是我們的期望放下 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那就不會那麼緊要的 還有呢 誤性上去安慰自己 就是用誤性告訴自己 神愛我的 神體重我的 神要大大祝福我的 我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我生命很寶貴的 這樣去時時去安慰自己 而最緊要呢 怎樣得到醫治呢 就是與主同死同活 就是不緊要的 我已經跟耶穌同天十字架 我為基督而活 沒有所謂的傷害 就是這個誤性的醫治呢 是非常緊要 你有誤性的醫治 你祈禱的時候 就容易釋放醫治了 好了 靈性的醫治是什麼呢 在祈禱的時候 就是今天 我做的有些不同是什麼呢 我們祈禱 就是幫大家放鬆自己 投入集體的力量的時候 那個力量更大 因為有時候我發覺 我們一路這樣分開 逐個逐個祈禱時 有時候人們會分心 分心的時候就會影響了 所以呢 我就會 就是說 幫我們一起集體 好鬆 我剛剛在 這個禮拜日 在恩光堂祈禱 有一個太太她說的話 忽然間給我看法 因為她在起初祈禱的時候 她不是那麼投入 她都是投入 她都感受到聖靈的力量 但最後一次我臨走之前 我說我再為你祈禱 其實你很敏感聖靈的 我說你放鬆一點 開放自己 她一放鬆 她跟著她的回應 是甚麼 嘩 今次很快 快為甚麼呢 是因為她的心一鬆 就很快 所以這次我們一起集體的時候 我們的力量加強 其實我們以後都可以這樣做 我們就會越來越強的 聖靈因高在我們身上 我們出去為人祈禱就會很強的 人高並且不單是個別 是集體敬拜的時候 已經會有很多人經歷聖靈 這個是我曾經有過的經驗 有一次我去領一個聚會 這個傳導人告訴我 她認識聖靈的工作 聽過聖靈工作 但她本身經歷不多 那她的教員也有些去經歷 她就很想去教會的人經歷 不過她們未是很接受 又不是很明白 所以她說你慢一點來 我說好 我們慢一點來 我便開始解釋 敬拜愛慕神 我便在彈結他 我們便在愛慕神 享受神 誰不知我都未講到 在敬拜讚你 她們的弟兄姊妹便開始釋放 開始經歷聖靈 即是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放鬆 神便開始做功 所以如果我們一群的弟兄姊妹 充滿著聖靈的能力 當我們出去的時候 這個星期日 我們出去服侍兩間教會 當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帶著一個很大的能力去祝福他們 所以一定要我們放下 我們重擔傷害 享受神 兩種祈禱 我曾經說過 享受神 享受神是神給恩典 即是神在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跟我一起 希望大家記實這種祈禱 神現在和我一起圍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種祈禱 另一種是愛慕神 主下我哭愛你 我感謝你 我歡迎你 我感激你 這種愛慕神 這樣的祈禱 然後宣告神的恩典 神一定幫我的 神一定提升我的 神一定加力量給我們的 放鬆的心情 即是心靈裡緊張 傷害放鬆 不緊要的 雖然曾經有人傷害我 不緊要的 不死得的 那你又呢 被神的同在醫治 神的同在會帶來醫治 所以有兩種的醫治 一個是誤性 一個是靈性的醫治 那你整個人就會鬆了 其實我自己來說呢 其實每一個人的醫治不同的 我的醫治是什麼呢 是壓力 被人的批評 負面的說話 那在我就是 其實我從來沒有一個人 真是很正式地跟我 去釋放祈禱的 但是呢 就在我自己一路祈禱 一路享受神的時候呢 就一路一路越來越鬆了 起初的時候呢 我的心都覺得有些壓住的 就慢慢的 越來越鬆了 那大家都可以的 那你越鬆呢 神的同在越強烈 你越帶著能力祝福人 譬如說你每天都可以喜樂 每天都享受神 你站在那裡 那些喜樂就湧流的了 你想這樣 一站在那裡 喜樂就湧流的了 好了 那有些什麼需要做呢 這裡講出有幾點 第一 一起讀一下 不將人的傷害放在心上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將人的傷害 放在心上 它傷害我們是事實 不過你放在心上 你就很介意 你就很辛苦的了 你不介意人的傷害 就不受傷 和得到醫治 就是你越介意 就越傷害 你說 我丈夫真的對我好不好 真的 對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你越介意 就越受傷害 本來呢 因為他的傷害 如果不是那麼介意 是並不是那麼嚴重的 但是當我們一看重 那個問題的時候 看重 經常記住他的不好的地方 我們的傷害就會越來越深 有些人說 的而且他很受傷害 很受傷害 好像保羅也是被人很受傷害 打打打 打 打了四十下 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看過壽難曲 你就知道 耶穌被打的時候 是很厲害的 寶羅不止一次被人打四十下 就是 但是呢 他不覺得 這件事是那麼嚴重的 他說沒有所謂的 有一次他跌了在地上 人家以為死 誰知道 那人走開了 然後起來走了 好像若無其事 那樣 我們的心就會不受傷害 好了 首先第一點 就是神保足我們的損失 馬太福音六章33節 大家都很熟悉 先求 神就看你國和 看你二姐姐的東西 都要加級起門了 因為神呢 在神的原理計劃 神就凡事祝福的 所有的損失 你沒有了的錢財 甚至你沒有了婚姻 神可能給你一個婚姻 也可能給你很開心的 單身的生活 都很好的 無論你失去什麼 神都會補給你的 即我是很深信 神是一個背鑊的神 你做錯事 神是會背鑊的 其實我有時做錯一些決定 我都很後悔的 尤其一次我買了一個車 而發覺我一踩那個clutch 即是那些棍波 一踩的時候是痛 而如果用棍波 你知道呢 是走每一條 即是一轉身 一停一停再起步 你是要不斷地轉波的 即是有時走一個街口 又要轉幾次 那是真的 每一次腳都痛 那我那時候我真的很後悔 因為我說 啊 剛才買一條車 如果我要賣出去 就會有很多錢 因為如果買自動波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買了棍波 那我就求神去練吻 神就給我在黃月分裂 那時候還是有黃月分裂 就看到這個鞋 他就說 你穿了這條鞋 你以後都不會穿另一種鞋 他就是Burkenstock 那我就穿了真的 腳一路好一路好 結果後來就不痛了 即這個是神的恩典 即是我們做錯事 神都會背回那個後果 所以呢 神會補足回的 你自己和自己的心講 神會補足回我的損失給你 給回有餘的 我們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祂給回我們 不要計較失了多少 不要計較失了多少 不要緊的 我們現在還是有一個生命存在 我們還可以向前走的 塞了的東西 不要緊的 神會給回我們 只要你走神的路就可以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一起讀一下 人欲罵和得罪我們 都落在基督身上 羅馬書十五章三節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如經上所記 欲罵你人的欲罵都落在我身上 這個經文很特別 就是說 人欲罵你的人的欲罵都落在基督身上 基督這樣跟我們說 就是說 人們罵你 其實是耶穌被罵的 所以耶穌不是單是承擔我們的疾病 也都是承擔我們被人罵的 那些罵全部落在他身上 你不介意的時候 神會醫治你的 臨時八章十二節 一起讀一下 你們只要得罪弟兄們 相要貪人遠遠的陽心 就是得罪基督 即是如果得罪我們 就是得罪基督 亦都是落在基督身上 亦都是基督會很體重 即是好像 你會不會在老虎頭上 釘塞那 即是老虎你敢敢去 撕下他的眼呢 跟他拔塞那呢 沒有人敢去這樣做法 全能的神 居然敢去攻擊神 神一定會攻擊 所以傷害我們的人更慘 曾經有人騙我的錢 神要求你憐憫他 不要計較 如果神計較 他很慘 所以我不是計較 我失去那些錢 而是我計較 那個人很慘 我求神你憐憫他 叫他悔改信耶穌 叫他可以罪得赦免 即是說 辱慢和得罪落在我們身上 然後以賽書五十三章 第五節呢 就講到三方面 耶穌承擔的 一起讀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業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癖傷 我們得醫治 大家看看他受了些什麼 他受了第一 承受些什麼 我們的過犯 是吧 為我們的罪業壓傷 即是卸免我們的罪 第一就是承擔罪 第二是受什麼 這個刑罰就講到得平安 就是叫我們能夠心裡有平安 那這個呢 就是那些憂傷 叫我們得到平安 然後第三呢 就是受什麼 邊傷 便叫我們得什麼呢 醫治 所以第三呢 就是什麼的醫治 身體的醫治 第二那個是什麼醫治 心靈的醫治 第一那個呢 是罪的赦免 罪的赦免 心靈的醫治 和肉身的醫治 所以我們一切的憂患 其實是神知了 神是知道你的痛苦的 我們個個都有很多的痛苦 講也都講不完 很多的困難受的傷害 要講的時候呢 真的要講很久 但我們其實這些傷害都不重要 其實我們已經淡忘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介意就在那裡淡忘了 好了 人的傷害只能夠傷 身體不要怕他們 馬太十章二十八字一起讀一下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 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 正要怕他 這裡講到幾個情況 罵 罵這個小朋友 打他 或者家裡吵架 互相傷害 兩夫妻的小孩子又受傷害 這個是外面的 但是呢 下面那裏說什麼 一起讀吧 貝他人繼續影響就是傷害靈魂 即是他的傷害只是外面 但如果我們繼續介意 哎呀 以前他這樣罵我 以前他這樣說我 居然這樣看下我 經常都想起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就好像一根刺 釘在我們身上 我就永遠這個痛苦走不了 但你說其實傷害我們的人都很慘 其實都不要緊 耶穌全補回來了 因為我們神的喜樂 正師父的喜樂是否全補回來了 全補回來了 你不介意就行了 我們有這麼豐富的喜樂 在詩篇23篇也說到什麼 在敵人面前為我擺設言直 雖然敵人攻擊我 但是神為我擺設言直 叫我吃這個封賢 感謝耶穌這麼喜樂 唉 沒什麼所謂 不要緊 有衣有食就當之糟了 人的傷害都在神的權定之下 如果不是神容許 這件事不會發生 有些人說 不過好像神容許太多給我 但是神容許祂給你 都有一定的恩典 當我們信靠祂一定有恩典 你有失受的苦多不多 都很多 出賣去到埃及很慘 但是祂不介意的時候 就不多了 不介意就無所謂的 保羅不介意就無所謂 但是有些人很介意 有時一句說話 一說一說 你做事做不到的 嘩 有些人很介意 嘩 很受傷害 嘩 祂說我做不到事 嘩 我做到好多事 祂都說我做不到事 哎呀 哎呀 怎麼可以這樣 就很受樂 這樣的時候就中招了 那就靈魂受傷害 其實我們不放在心上 就不會受傷害的 不受傷害呢 你就沒有那麼容易 跟你的丈夫妻子吵架了 為什麼那麼容易吵架呢 就是因為太介意 昨天我教一課 就是婚姻輔導 那我教完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他就傳個訊息給我 我的訊息又說什麼呢 他說就是夫妻面對面 就是沒有修飾 沒有修飾的時候 就會很圓形不露 所以就會說話這樣 因為我在輔導裡說到 就是我們不要用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要想一下怎麼說 譬如有問題的時候 會問他 如果這個困難怎麼解決 我們現在那些小孩不聽話 怎麼解決呢 就不要說 你經常都不抽小孩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方法就不好了 那這個方法 有些人就覺得 嘩 太過幼細 我經常都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呢 我會怎麼解決呢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真的很關心你的感覺 就覺得 這樣相處好像很… 很… 很… 就是好像要小心 步步為營一樣 但是呢 我的回覆是什麼呢 就是善人 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發出善來 充滿善的時候 就不要緊 那種總是說好的話 常常說好的話 譬如我和太太 我永遠都是想著 是… 永遠都是祝福她的 叫她開心的 在我心裡 如果我想到 如果有一天我講句話 令她傷心 我覺得是很不好的 就會在她心中 留下根次 我不想我一生人中 有一句話 令到她不開心的 即… 那有時候有些無意的 但是我絕對不想 有意的 令到傷害 那我… 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並不是修飾我自己 而是我真的 裝滿了一種 祝福的心態 也都不介意 有時候我們的分別 那我都告訴你 我到死那天 都不會跟你一樣 因為男女有不同的 對於關係的看法 始終我會跟你有不同的地方 雖然我好看重 但是總是… 有些地方 就不像你這麼細心的 那… 即… 我是不會一生一樣 那她又不介意 她接受我是這樣 那時候呢 我們又不介意 又祝福對方 那心就鬆了 就算有分別都會鬆了 那… 我們都是的 其實所有的事 都無所謂的 就是祝福人的心態 就算你的丈夫 妻子 不是那麼溫馴 不是那麼好的 那我們有機會都會… 講完這個呢 我們就會講這個婚姻 那婚姻有些人說 我都未結婚 跟我沒有關係 嗯… 其實呢 就預備你的婚姻 那有些人 都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丈夫 妻子都不在了 所以又沒有關係 但是呢 都可以幫我們輔導某些人 還有呢 當我們認識這件事的時候 你發覺很多人可以輔導的 婚姻輔導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太多人 在婚姻中有困難 那有困難是甚麼呢 就總是覺得不拒 為甚麼我丈夫是這樣的 為甚麼對我不好的 我們就介意 但是從我們心裡發出善 就會不緊要 無所謂的 我們一起讀 約翰福音十九章十一節 耶穌回答說 若不是從上頭刺給你的 你就毫無權並辦 就是 當彼拉多審耶穌的時候 他說為甚麼你不回答我的問題 你知道我有權可以… 因為你十字架也有權 釋放你 彼拉多審耶穌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有權做甚麼都可以 正如有些丈夫和妻子說 我有權甚麼甚麼 但是 他沒有權的 真正有權的是神 神不容許 不會發生的 但有些人說 為甚麼我有這麼多不好的發生呢 其實我們不用介意 神一定會給我們足夠的一年 世上的困難不是神給我們 是人給我們的 是我們的罪和人的罪給我們 不是人給 不是神給我們的 當我們不介意的時候 耶穌一定會祝福、補足 和幫我們得意志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需要個別自己 慢慢去處理 有些你處理不到 你可以找我們的 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幫助你的 即是說 是一定 是神容許的 那下面一句也一起讀 人的傷害不留甲 去神的祝福 即是神的祝福定義了 沒有人可以拿走 神容許的事發生 那些不會拿走我們的祝福 這些祝福是永遠傳留在這裏 為我們預備好的 好了 一次被罵 不需要一生受痛苦 這句說話也希望大家記得 即是好像 那些傷害在空氣中有一個消息 不需要繼續揹著 好像一把箭 摔到背部 哎呀 好慘 日都是很慘 那你快些找醫生把那把箭 那把箭 拔出來 得意志 就不要永遠都揹著這個傷口 不需要一生受傷害的 分手的痛苦 不需要一生受苦的 其實有很多人 唉 很後悔曾經發生過的事 不能回頭 經常都會想 如果那時候我不是這樣 那就不會有今天 如果她不是這樣 又不會有今天 最壞那個女人 最壞那個女人 搞到我們這樣 那就會有很多的怨恨 但這個怨恨 並不會改變事情 所以真的分手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繼續 一生抱抱 已經發生了 你能不能回頭 回頭 回頭 快點 回頭 回不到回頭 不要緊 前面還有很多的恩典 一起說 前面有很多的恩典 希望失去的 不要緊 放手 無所謂的 阿倫多人 失去的 不需要一生遺憾 是不是 很多時候一生遺憾 唉呀 真是慘 當然前面我們要小心 前面我們要小心 你準備結婚的 你要真的問神 這個是不是神問我預備 還有這個人真的要處理 你真的要輔導 我會做婚前輔導 婚後輔導 最好就不要做 將要離婚的輔導 是的 我依然會做 因為幫助他不要離婚 即是你失去了的時候 放手 你放手就沒事了 但一遺憾就很慘了 香港也曾經 那個什麼 金融海嘯 還有那些 金融海嘯 是當時的投資 還有那些屋價曾經 又低過又高過又低過 那些又負資產 那些有些人就後悔 哇 那時候的房子賣出去 都虧了本 現在的屋價提高 如果那時候不賣 那現在就賺大錢 但這些是不能回頭的 我們不能遺憾的 但我也認識的人 經常罵家人 就說 以前如果你一早買屋 那間屋已經變了多少錢 但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只是一生為合 一生 即是說這些一切的事 一切的不開心的事 其實我們放手就OK 放手 神就這些一切都可以 不再影響你的 你當什麼都沒有開始 其實我們每個都有的 你當這些沒有了 就算了 由頭開始過 好了 第一點就是 不要將人的傷害放在心上 第一點就是 不要將人的傷害放在心上 第二點就是 連率傷害我們的人 你看這個人的樣子 哇 很難連率他 真是 這麼兇 為什麼連率他呢 我相信大家都見過 有些樣子很溫馴 為什麼愛上人 為什麼這麼兇呢 哇 為什麼一個人會說句話的時候 哇 刺得這麼傷的呢 我都見過 我真的見過 很漂亮的人 哇 當兇的時候 你是可以完全不覺得他漂亮 是完全那個樣子 或者說話 那種力量很重要 為什麼看出他呢 就是他們都受過傷害 其實他們受過很多傷害 其實很多人很慘 他們不處理到他的傷害 他不處理到他的怒氣 他自己人際關係很多問題 他人生其實很困難又可憐 其實想一下他其實很慘 那我何必受他影響 一個這麼慘的人 何必受他影響 當然啦 我們選擇朋友 就不要選擇這些朋友 就是一些傷害人的人 不過有時候我們不能選擇 就是我們家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能選擇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 不給他影響 他只是影響外面 但外面呢 即刻不理他 裡面進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不受傷害了 好了 然後處理過去的傷害 怎樣處理過去的傷害呢 第一 就是求問神有什麼經歷需要醫治 這個事情我們大家可以做的 我自己都會 內中會 即是在洗碗 走路 在這裡 安靜等候神 神有時候就會叫我們想回一些經歷 那你都可以主動想回一些經歷 有什麼經歷需要醫治 第二就是回到那個經歷 感受在經歷中的傷痛 那時候怎樣傷痛 因為有時候那個傷痛 進了前意識 我們感受那個傷痛 讓我們可以醫治它 第三 相信耶穌在當時我們身邊 那你說 你怎麼知道耶穌在身邊呢 因為聖經告訴我 神是一早認識我們 簡選我們的 神也是時時圍繞著我們 在我們前後環境我們 所以我們未信耶穌 神都感動我們 叫我們信主 所以我們未信耶穌 神是無所不在 都在我們旁邊的 祂不是不知道我們的困難 但祂已經定義祝福我的 譬如我在小時候 我大約是十歲 鬆一點 我有一次踩老鼠尾 本來可以被牠咬到 因為那時候 一踩踩踩踩 一踩踩踩 聽到一聲 跟著腳 腳趾被咬一下 跟著摸摸有血 那時候我又沒有理 回家就抹乾血 都沒有告訴家人 抹乾血就算了 後來他又好回 我沒事了 一點事都沒有 又沒有發炎 是神的保守 如果不是 有什麼鼠疫 如果現在 我想你被老鼠咬緊 就去醫院那裡 馬上去急症室 但當時我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後來發炎的時候 又發燒 又嚴重的時候 有鼠疫的時候 已經是太遲了 但是神的恩典 是救我們用的 我們就說 神在我們身邊的 第四 相信耶穌為我們 承受那個傷痛 其實當時被人罵 其實耶穌受到 耶穌的心很傷的 耶穌有定義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就不要介意 以前受的傷痛 第五 問耶穌當時有什麼話 對我們來說 你問耶穌 耶穌親自告訴你 神會感動你的 神會給你一些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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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對你的回應 第六 向當時的自己說 安慰 我們可說 跟這個小小的個案 的我跟這位哥哥哥說話 告訴他 你usto caucus 我告訴他 我曾經學 sink 這個方法的時候 時 當時我們分開 Geb usa 小組 一句話 鼓說我們嘗嘗做 致過 受那個事 實現, geo 我小時候,我的後母是照顧我們,幫助我們 但在當時而言,我是一種懼怕 我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忽犯了 忽犯的時候,我凡學斷了 斷了,我很害怕,怕會罵、打 我便上學,上學便逃避 但課學便沒有逃避 課學便回家,我便站在樓梯很久 不敢上去,不停地站在那裡 最後還是要上去,不能再等 結果走回去,他一點都沒有問誰弄壞 又沒有追查,又沒有罵,什麼都沒有 沒有那件事 我便在那一陣子,我們一起的時候 我便想回這件事 我想回這件事的時候,他們一邊祈禱 他問我,你回想什麼事? 我便告訴他,我想回這件事 我便想回當時的感覺,很害怕 無助,害怕會罵,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生活好像很困難 在那時候,便問我,耶穌在嗎? 我便感受耶穌在那裡 我便感受耶穌在那裡 其實聖經是說耶穌在那裡 但我亦感受耶穌在那裡 耶穌對你說什麼呢? 我便感受耶穌對我說 你不用怕 你將來,我要大大使用你 你是會祝福很多人 很多人來找你 你好好的 很多人來歡迎你 我便跟自己說 我心裡,當時真的有一種感動 不是憂傷的眼淚 是感動的眼淚 神真是好 在我這麼憂傷的時候 神都是眷顧我的 神看著我的 當我這樣祈禱完 心就很鬆 其實我有時內中祈禱 我又會想起一些情境 想起一些有時是我做錯的事 心都會有傷害 因為其中傷害我們自己 都是我們自己做錯的事 就會傷害自己 那我在這個時候 我亦都會祈禱 耶穌,你知道我做錯的事 我心裡很後悔 心裡很內疚 求你,你要醫治我 耶穌都會跟我說 其實我見到每個人都有罪 你有罪不出奇 我見到每個人都有罪 你有罪不出奇 你只要認你的罪 OK的 你所有犯罪的後果 我知道 不過我已經承擔 OK的 你放手 不要緊 那我就放手 以前做過一些不好的事 放手 這樣心就鬆了 也有些人傷害我 我就會想到 其實他比我更慘 那有些不開放聖靈的人 他又迫白 那我就說 神就給我意念 就是神祝福他 以至呢 他能夠在他的方式 遵從神 跟從神 以致神起義他 那神來都這樣去幫我 釋放以前我的傷害 那我都希望大家 會真的去這樣做 一會我都會這樣做 好了 問耶穌有什麼 對我們說 和我們向當時的自己說話 第七 看書和遙恕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他們都受過很多傷害 遙恕他們 對過去的傷害 放手 放手 不要緊的 放手 然後呢 宣告神的大恩 叫神的愛醫治過去 神很愛我的 神醫治我的 釋放我的 不要緊的 所有的傷害 是不要緊的 好了 聖經講給大家聽 這間聖靈是會醫治我們的 以釋愛書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講到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就叫我 醫好傷心的人 神的靈會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賜華觀而生 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很多人的生命好像灰塵 但你會帶回一個華麗的觀念 有喜樂 有喜樂 好像正式我們一群人喜樂 以後我們都會喜樂 以後我們去到哪裡 都會有一群人喜樂 以後你的事奉 你會看到 哇!很有能力 你靠著聖靈 你自己開放 你又幫人開放 聖靈的能力 會很大 臨到他們身上 好了 處理傷害的時候 可以怎樣宣告呢 其實有很多方法 不過這裡有一些例子 一起和詩篇五十六篇十一節 我依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不用怕的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一起繼續讀下面 人的傷害 算不得什麼 在我受傷時 神一定會醫治我 神一定會醫治我的 神愛我 神必保足我損失 我失損失的 不要緊 神還給我 神在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親近神 神的同在就醫治我了 我一同神一起 祂就醫治我了 我看述和遙述傷害我的人生 我奉耶穌明遙述他 其中一個方法有幫助的 有時候小組可以這樣做的 有一個人代替那個傷害你的人 跟你說 對不起我曾經傷害你 譬如我現在跟你說 你都可以這樣做的 好像我代替那個傷害你的人 對不起 我傷害你 請你看述我 因為我裡面有很多傷害 所以我會傷害你 請你遙述我所做過的 讓你的心真的去嚴恕它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鬆了 另外有些人很難得意志 就是因為心 感覺麻木了 沒有了沒有感覺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麻木了呢 是因為小時候 小時候不要哭 不准哭 有些什麼困難 不要說 沒有問題的 可以的 讀書呢 做事呢 可以的了 就是就會埋藏 就是沒有人願意 通常來說 很多家人不喜歡聽 然後你長大的時候 跟朋友說 不要說這些話 說一些開心的事 就不會聽你說這些的事 於是人就不會喜歡 就是將他的感覺壓抑 我不要覺得不開心 我雖然不開心 我要按住他 這樣就沒事了 在人面前要笑 沒事的 這樣的時候 壓抑得多 慢慢會沒有了感覺 慢慢不懂得笑 不懂得哭 我知道有人真的跟我說 他說 我不懂得哭 已經不懂得哭 因為他已經 那些麻木到 不懂得哭 但是在聖靈裡面 他哭了 他覺得很特別 因為很多年沒有哭過 他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哭了 因為聖靈 將他那種麻木的心 再一次治好 好了 因為人壓抑了 那什麼方法 可以得到 這種石心 有些人叫他石心 怎樣得到這字呢 第一 接受自己的軟弱和感覺 接受我有軟弱 我有感覺的 我接受我有做錯的 我有不同的感覺 第二 接受傷害我們的人 曾經多次受傷害 其實那些人都受到很多傷害 第三 經歷聖靈 接受神的接立和愛 相信我的平安就是耶穌在愛我 這個愛開始以詞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一起 耶穌在看著我 然後呢 第五 留意自己內心的感覺 處理和分享 這件事是很多人 慢慢沒有了 即是他不開心 沒有事啊 我曾經跟很多人聊天 沒有事啊 當然沒有事了 有時候男性 比如兩夫妻 沒有事啊 他剛罵完膠講些什麼 他覺得沒有事啊 男性通常覺得不要緊 不用想 沒有事當沒有事就沒有事了 但是女性就覺得 即是吵架 即是吵架要處理的 這樣 那時候呢 它裡面是有一種的 即是那種傷害 那我們要留意自己 有這些傷害 我們不要說沒有事 我是處理 不是壓抑 不是否認 是處理了它 能夠處理 即是怎樣叫處理呢 處理就是說 啊 它傷害我 令到我不開心 我的心很痛 很有難力 但是我知道 他其實 他都是受傷害的 那他傷害 其實他自己都受到的傷害 他傷害完我 他的心都會不舒服的 耶穌這麼愛我 我有耶穌的愛 其實我不用這麼傷心的 我可以呢 將傷心給耶穌 耶穌可以醫好我 耶穌經常看著我 有耶穌醫治我 我沒有問題的 那時候呢 你就處理了 我可以平安喜樂 但我接受我憂傷的時候 我的憂傷 我可以面對 我可以呢 奉耶穌明宣告 神真是醫好我的傷心的 即是你是需要處理了它的 然後呢 能夠分享 說出來 即是留意到我們的感覺 然後第六呢 將我們能夠自由地感受 和表達感情 即是能夠說出來 譬如我再說回這次的情景 我可以說回當時我害怕 我能夠說出來 我不怕你們會笑我 牧師 原來你都這麼醜怪過的 即是我不介意 不要緊 我做牧師之後 也有犯過很多的錯 還有我都在做牧師之後 也有曾經覺得很大的壓力感 很大的懼怕感 我都不怕告訴別人 因為這個都是我真身的經歷 也都是會幫助所有有這個憂傷的人 那這個就是我們能夠接受自己 也都能夠說出來 由第七呢 就能夠分享內心 和建立心的關係 很多人呢 麻木自己是沒有心的關係 不能夠進心和人的關係 好 我們這次呢 主要就是講到這三方面的 第一就是 不要將人的傷害 放在心上 第二呢 就是連率傷害我們的人 第三呢 我們可以去處理的 我們一起說一次呢 不要將人的傷害放在心上 可以放手的 第二是連率傷害我們的人 第三呢 處理過去的傷害 大家在這一陣子呢 黑了眼 去到神的面前 在這裡 想著耶穌怎樣愛我們 耶穌知道我們一切的憂傷 我們的痛苦 在這一陣子呢 在這一陣子呢 你 問耶穌 主要有哪一樣的傷害 你想我處理的 求耶穌指示我 你試試回到那個情境 你試試回到那個情境 你感受到那個情境的時候呢 那種的傷心 你告訴自己 你自己當時的傷心懼怕 你感受到這個情境的時候 你心裏面的感受 感受到這個情境的時候 你心裏面的感受 你心裏面的感受 可以得到好像沒有出路 好像沒有人幫你 好像一個人去承擔 在一起你嘗試不要隱藏你的感覺 然後讓自己回到那個情景 神是原來我心裏深藏了這些的感覺 這些感覺可能今天仍然影響著我們的 這些傷害曾經有人的傷害 仍然在我們的心裏我們需要處理的 我們要坦白地承認 我們承認我們裏面曾經有受傷 這些傷害有時進入我們的潛意識裏面 然後我們的心裏面會覺得痛 我們感受在那個情境裏面的時候 我們的心中的傷痛 心中的失落 無望 好像覺得沒有希望 因為我們不認識 如何得到心靈的醫治 你向耶穌呼求 耶穌 我在這個困難的情況 你在哪裏 耶穌在哪裏 耶穌你知不知道我的苦 你跟耶穌去說 說話耶穌 求你感動我 求你感動我 主啊 在這個時候我需要你 實在我需要你 因為我覺得沒有限望 很絕望在這個情境 那些傷害在我們裏面 可能今天這些傷害 仍然在影響我 有時我發夢 會想回這些傷害 有時被人罵的時候 會想回這些傷害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約翌為你 食べ對耶穌 約翌日 他可以向我祖說話 約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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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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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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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講說話 哦 我 誰要主 耶穌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曾經想過死 哦 耶穌 為什麼那時候會臨死呢 就是覺得很絕望 好像沒有人會幫我們 耶穌 你在哪裡 耶穌 我需要你 告訴我 我知道 和你向我講說話 哦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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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 是你釋放我的心靈 可是你和我講說話 安慰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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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 安慰我的心靈 是我在想說話 我會已在心靈 來看你的心靈 看你的心靈 因為我會還外遇到心靈 我需要釋放 我需要你釋放我心里面 以往的伤害 祂大求你向我讲话 医治我的心灵 让我被你的爱所拥抱 祝你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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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在我身上 祝你拥抱我 祝你拥抱我 伤心在我身上 祝你拥抱我 耶稣有你真好 祝你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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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歌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